大家好,我叫赖尤云,我是马拉纳达基督教大学的中文系学生。 现在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和汉语的故事。 我从幼儿园的时候开始学习汉语,但那时候的我并不喜欢学习汉语。 直到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,有一位来自中国的老师教我。 他让我对汉语感兴趣,从那时候起,我和汉语的缘分开始了。 我觉得用汉语交流的时候,听力和口语是两件很难的事情。 我常常奋不清第二声和第三声,所以有的时候,别人听不懂我说的是什么。 所以我得继续练习发音,提高我的汉语水平,这样才不会引起误会。 比如,我想说,我想问问你,但说成了,我想问问你。 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,对我影响最大的当然是, 耐心教导我的老师,一直支持鼓励我的家人和朋友, 还有想努力学习汉语的我自己。 学习语言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, 尤其是学习汉语,尤其是学习汉语, 学长辈认为是很难学习的一种语言。 万事开头难,我相信只要我一步一步认真的学, 我就一定能把汉语学好。 谢谢大家。